编写PLC使用的不是电路图,而是梯形图等顺序程序。 电路图与梯形图有几点不同? 首先,A处点、B处点的表示方法不同。 另外,顺序程序中不会显示电源电路。 而且,在顺序程序中,触点及继电器一定有软元件编号。 以上这些内容可能有点难,大家感觉怎么样? PLC的结构与电脑相同,有CPU和内存,还有与外部设备连接的端子台,根据程序进行动作。 利用该特性,可以控制各种设备。 接下来,我们会学习有关程序的相关知识。